馬英九總統站穩中華民國的立場 我們看蔡英文總統今天出訪 在機場的談話裡面 沒有講到一次中華民國 加大分貝炮轟蔡總統沒講中華民國 更對馬前總統仿中型 給出高度評價 一臉得意 但朱立倫似乎忘了 馬前總統在中國不只自稱中國人 就連另一頭泛藍內部也上演觸統戲碼 新黨的前監察院長王建軒 找來張亞中邱毅背書宣布參選2024 競選政見就是兩岸和平統一 王建軒更把炮口對準國民黨 國民黨不同不獨 如果你不同不獨搞一百年 那不是獨嗎 只有我出來說要和平統一 你知道嗎 對於王建軒不只高喊統一 更對國民黨扣上台獨帽子 國民黨則略顯尷尬 我想我們都尊重王建軒先生的發言 後生完畢 你把有什麼樣的看法 我們必須要包容 也尊重不同的觀點 面對泛藍陣營高喊統一 國民黨怎麼說都不是 也只能擠出尊重兩個字 但就連被視為藍營2024 熱門人選的侯友宜 都這樣說也令外界質疑 如果愛台灣 為何不敢大聲反對王建軒 侯友宜你要勇敢的說出來 否則隨著這些統派的隨波漂流 你不但沒有支持度 還會把你原來建立的愛台派 全部被消耗 這番話點出關鍵 畢竟國民黨日前才駁斥 兩岸政策調整為九二共識 等於中華民國 減少談一中各表 而侯友宜也遲遲不把兩岸立場 說清楚 究竟是真的愛中華民國 還是淪為口號 令人大上問號